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今天有一宗消息 就是撑动了台湾和香港的演艺圈 根据苹果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说 就说大陆官方对于台湾和香港的艺人 在大陆的发展又加了两条辣招 第一招是什么呢 就是大陆官方已经口头通知了各大影片平台和影视公司 只要不是无可取缔的台湾或者香港幕前幕后人员 尽量不要采用 而且没有表态到爱国的 也是一律不获采用 这是第一招了 第二招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影片平台和影视公司签合同的时候 新增了一项条款 这项条款列明了 说所有参演的台湾和香港艺人 是一定要保证得到 他在十年之内不会因为政治取态而遭到大陆封杀 否则影片平台是有权提出杀赏 这两条辣招当然是很严重地打击 在大陆在大陆寻吃的台港艺人的饭碗 首先来说 那些影视公司绝对不是傻 他搞出电影出来无非是想赚钱 加仁斯加了这些条款下去 他怎会愿意围住一些非一线的艺员 来冒着十年长期的风险 十年真的什么都说不坏 分分钟换了人间又不知道 加仁斯说要确保你的政治立场 不会改变 要保持政治正确十年 有没有可能 那些影视公司当然会集体地弃用这些艺员 除非你是一线的 除非你是无可取代的 本身你已经很有名气 不请你是不行的 那些大牌演员 那就可以继续做了 至于那些鞍星 非一线 不好意思 名气略为低一点点 就算你肯表忠说非常爱国 胡琦 唱国歌 唱红歌都好 依然是没得做的 那篇报道里就举了一个例子 那个就是罗家梁 本来他在香港就已经是统一线男艺员的位置 TVB开了剧集 都几乎找他做男主角 只不过TVB出了名就是什么 就是人工银 罗家梁后期就北上找真银 因为人工够高 当他跳进大陆这个娱乐圈之后 大陆又有很多后进和后浪 他在名气上就做不到那个无可取缔的位置了 只是略低一筹 都已经被影视公司的弃用了 为什么呢 那些影视公司就说 我怎样可以保证得到 你十年内的政治取态是不改变的 是不是呢 那岂不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 所以就算罗家梁如何表忠也好 都是遭到某些剧组的弃用 这个例子就已经反映得出 其他那些三四线甚至乎是鞍星 就更加是没有运行 故此香港艺员的北上淘金潮 在今年就应该走到尽头了 若然在目前这一刻仍然是未能够突围而出 上到一线不能取缔这个位置的话 那都可以挺肯定 未来的日子在大陆里头都会很难做的了 好了 这班台港艺人的去向又将会是怎样呢 其实出路都不是太多了 一是就转行 一是就吃回头草 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去拆鞋表忠也好 始终来说那些影视公司都不会为了这些并非无可取缔的演员 来冒住一个十年长的风险 他们都不是愚蠢的 好了 在过去那一段日子里头 很多那些台港艺员为了回大陆工作 为了博取大陆那些老板金主的欢心 就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得罪了台湾和香港的本地居民 比如说去大陆那时候拍马屁 互做护旗手 唱红歌等等 诸如此类 好了 当他们说要吃回头草这一刻 到底他们能不能够获得本地观众的接受 分分钟他们回到来 一样是两面不是人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班艺人在大陆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他们所说的言论 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迎合大陆的口味而说 包括唱好大陆 唱好大湾区 为建制派助选等等 好了 当他们如果真的要厚颜回来香港 那到底香港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当然有些网民会走出来发起抵制 甚至乎霸体等等 那这班回流艺人 分分钟又会遭到香港片商的弃用 因为避免麻烦 其次的就是 大陆这两条辣椒正好反映得出 台湾和香港的演艺界统战价值 已经是低无可低了 其实大陆也是看死他们 是不敢作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陆养肥了他们 他们曾经在大陆混到风生水起 赚到盆满 撥满 其实这班艺人心里一定有盘算 就是他们想着 这个措施未必是永久性 可能是暂时性 他为求在将来有机会解封的时候 有得重新打入大陆的市场去赚钱 那当然就不会得罪大陆 所以大陆就可以在现在 那么轻易落得到手 根本就没人会呱呱吵 而台湾和香港的艺园 在大陆遭到边缘化 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起初的时候 大陆的娱乐事业未曾有那么发达 只不过他们改革开放慢慢就富起来了 有钱了 有钱又可以怎样 当然就是用金钱利友 重金礼拼台湾和香港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回到大陆 帮忙拍剧 帮忙拍戏 是不是 久而久之 他们就完全学习那种商业运作 要捧名声捧歌声 拍剧拍戏 全部他们认识了 好了 那时就已经开始对于香港的艺人 作出限制了 包括限制你那些人数 限制你上镜机会 限制不准你做主持等等 好了 一路再玩下去的时候 就玩到现在出辣椒 将你边缘化了 与此同时 你台湾和香港的本地娱乐事业 就已经是一缺不振 一潭死水了 根本上是要借这个过程 把你最优秀的人才吸走 你本地的娱乐事业又搞不起 好了 即是变相将你玩借了 现在将你这班人边缘化 那你说去哪里 首先来说这班人就养肥了 胃口 在大陆拍剧集 在说七位数字一集 香港怎么拍都拍不到 对吧 拍完整套都没有七位数字 根本上又找不到钱 而且你说拍电影 这些票房有三千万四千万 好吗 1989年的时候 周潤发拍赌神 那个票房已经三千六百多万 30年前都尚且有这样的价钱 30年后 照算通胀 起码一亿 不是的 纯港产片来到计 如果有一千万票房 已经是拍烂手掌了 所以你说哪有 就是优秀的人才会留在香港才行 面对着人民币这个利友底下 所以呢 其实就是被大陆玩残了 台湾和香港的娱乐事业也是 只不过那些人就不认 而且个个就去拍马屁好了 现在被人赶扯了 这个是共业来的 好了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到底有没有转机 那当然有 有危就必有机 只不过看看有没有人去实行 喂 在中国大陆未曾改革开放以前 其实台湾和香港的娱乐 事业一直是摇摇领先的 大陆那时候是看样板 看白毛女 看红灯记 看什么东西 就是电影 好了 当时为什么你搞得起呢 就是因为有创意 就是因为在题材上 不会有限制 就是因为有创作的自由 好了 到底现在你够不够敢 再和台湾那方面合作再去搞 其实是搞得起的 只不过在赚钱方面 一定就不够大陆赚得多 所以如果要重新把整个演艺事业 来到去翻生的话 首先来说 一定要大量起用新人 其实当时 港产片怎么起飞 都是靠新人 至于那班老牌演员 出名演员 上位的演员 除非他自己想得开 肯自缸新隔 帮你拍摄 否则你也不用找他 根本上你是出不起片酬 那些是奢侈的价钱 在香港是否完全做演艺界 是找不到食物呢 我不相信是 只不过 找到食物就不代表是富起来 在大陆做演艺人 一定可以富起来 因为那些钱 就飞进你的荷包里 香港一定不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饿不饿得死 实际上是饿不死的 但是人很难回头 那些人进入大陆市场之后 你叫他们回头 基本上就是难过登天 所以香港要发展属于自己的影视行业 不是没有机会的 只要你弃用那些片酬很高 转了蓝转了红的艺园 大量弃用新人 饮他们来发挥自己的创意 再加上又可以和台湾方面合作 以前七八十年代一直都有 只不过近年全部都回大陆 现在大陆将台湾和香港的艺园边缘化 正好就提供了这个契机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